停举阶段的较量 现在屏幕显示还剩32秒时间 货币选手刘纯开发重量180公斤 已经过了30秒提示音了 这个抬口还没有看到刘纯的身影 应该说这是场上的剩下的时间 还不是没有点名 中间休息时间还差16秒 不过今天在抓局的比赛当中 我国优秀选手陆勇敢于像180公斤 也应该说他最好的抓局成绩挑战了一把 可能受伤病的影响 没有完全发力 所以说没有感完全发力 但是整个市局状况还是不错的 至少他在比赛当中这么来一把 找一找四年前轮轮奥运会当时的感觉 这很重要 也让他会对自己的 刚才确实是出场的提示音 这刘纯浪费了第一次市局的机会 现在已经直接给他显示让他第二次市局这个重量了 不过我们看到刘纯应该是今天抓局是165公斤 以体重的因素获得了第三名 但是他最后冲击的是170公斤 抓局的180公斤的开把确实很低 个人的抓局和停局相差只有10公斤的差距 这流程看来确实是刚才是由于教练团队的失误 导致浪费了一次机会 本来没有盯住 不过像这种情况的选手是很累的 刚刚抓局完了就进行停局的准备活动 所以说他第一次浪费 很可能在后场的准备活动 还没做完 没到点 这种情况就像我过越来的男子105公斤的选手 崔和华 因为他抓局的成绩很高 而他停局相对差一点 所以停局比赛 别人还可能都在做准备活动 他就要准备出场了 那么对刘存也是同样的情况 但是我想教练园应该根据比赛的规则和运动员的特点 及时的安排好他的停局的后场热身活动 不能因为你抓局和停局相差距离短 而就浪费一次试局的机会 不过像这样的运动员 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很难取得好的名次 没错 这说实话有点缺腿啊 他这个现在目前抓局最后架到170公斤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应该说具备这种实力 而停局只有180公斤开拔 停手 张魂 收紧 张魂 好的成功 在抓局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来自河南的张科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湖北刘存都加到了170公斤 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的实力 可是刘存这样一种停举这个成绩呢 要想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取得好的名次是非常难的 应该说在像奥运会 亚运会 全运会上都是记总成绩 也就是有抓局和停举的成绩相加之和 才是他的名次 当然这个刘存啊 毕竟是今天所有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1995年3月5号出生的选手 嗯 他的这种提升空间怎么样 我们还可以再观察观察 应该说 看他未来几年的这种绝对力量的发展情况 是这样 如果是不把这条腿补上去啊 很难成为一个优秀选手 好 四川选手何林 185公斤的开把 他的抓举是153公斤 当然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看另外两位非常年轻的90后 河南的张科和福建的张花聪 两位选手都是停举190开 嗯 今天在停举比赛当中 有四位选手是200公斤开把 分别是来自广东的蒋海荣 解放军的曹刚 呃成都体验的黄宗以及广西的陆勇 目前停举的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都是218公斤 这是我国著名的选手张勇 在1998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创造的 呃 世界比赛上在伊斯列创造的对当时这个成绩啊应该说这个记录保持是 目前是世界纪录当中保持最长的一个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在伊斯列创造的 1998年到现在14年 当时那个成绩也是98年的4月份 张温张温 冲起来 丁住 哎呀送的偏钱了 但是呢在2011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就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的来自伊朗选手罗斯塔米呢呃 冲击了这个世界纪录当时加到219应该说也翻战起来上颂应该说还差一点点是非常有希望可能是打破录用世界纪录这个人选之一了对 罗斯塔米很年轻 关键是过去两年里他的这个进步的速度确实是太惊人了 是 好福建选手张花松190公斤的开靶 哎 好 张花松今天抓举成绩160公斤排在第七位 对 好 对 好 在 好 好 呀 这个动作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导致杠铃 偏钱 这样一偏钱呢 在上送的过程当中 他必然走的轨迹是向前的 对 我们可以从慢动作当中看得出来 这是正面对 侧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经常说 擦着号里啊 命至千里了 所以就很难成功了 现在出场的是湖北选手田复轩 他的开把重量也是190 田复轩在抓局比赛当中是157 来呀 都是偏钱 这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反映出的问题呢 实际是在训练当中应该驾驭解决 应该注意的问题 这个欲蹲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说呢 在比赛当中 我们经常听到教练员在场下呢 喊玉琳 向后向后 实际是在提醒 在欲蹲上送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这个环节 确实也有朋友问过 说为什么在举重比赛的时候 听着教练喊这个向后送 对 那不掉下去了吗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 四川选手何林 加油 我们听到他的教练王勇啊 他喊声都嘶哑了嗓子 大陆重量 一百九个公斤 三号 福建 张花聪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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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选手张花聪 第二次逝举190公斤 刚才那把上松偏前 应该说这位选手身高还是比较秀长的 他的体重也不大 只有82.88公斤 有了 这次翻载应该说比第一次要吃力一些 看来这个重量今天对他来讲还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重量 还是送的不够高 就没法进肩 现在有几位选手在190公斤没有过关 再来看一下货币选手天福轩 刚才他的那把也是上松玉敦的时候 这个杠雷篇前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永都再往前偏这么一公分左右这把恐怕也没了 是这样 这个单凭肩背的力量是拉不回来的 拉不回来的 他那时候他不敢收腿 肩不进去 对 他没法收腿 张花聪把自己逼到了最后一把 是 这是他的教练后仰钱 哦 泛赞很吃力 失败了 哎 停举砸锅 嗯 没有成绩啊 这次 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选手也是很年轻 1993年的5月12号出生 应该说在今天的抓局比赛当中呢 张花聪是160公斤 获得了7年 开把成功 对 但是后两把全砸了 这样一来的话 等于在今天的六把 试局当中就成了一把 哎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包括技术动作上的细节问题 需要回去好好地认认总结了 这个动作 他把我给我 一个年轻选手啊 这瞄得不错 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不把他掰得正一些 掰得狠一些 打老一些 基础打得不好 以后会很麻烦 河南选手张科 191公斤的开把 他这是家里公斤 原定199开 因为他的签号 在张花聪的前面 所以临时加厉公斤 结果这也把张花聪 逼得砸锅了 砸锅了 这一下失败很轻松啊 张科应该说 在2010年的这个锦标赛上 停举是180公斤 他也参加了 2011年的全国锦标赛 上送的不够坚决 高度不够 没有送起来 还是这个胸啊 不够硬感觉 胸一硬不起来 整个动作显得发软 是 上停这一下说 借助胸的这个力量 根本就没有借上 陆勇在后场热身区 现在他后场的准备活动的重量 是100公斤 今天陆勇呢 应该说在抓局的比赛当中呢 还是比较好的表现出了自己的当目前的训练水平 是175公斤 最后呢 冲击了180公斤 我感觉呢 应该说可能受伤病的影响 没有完全感发力 所以说呢 没有成功 现在应该说 陆勇呢 在08年奥运会上 夺取85公斤级的 这个金牌啊 是我国 在中大级别 中大级别上 在奥运会上的首次突破 因为在以往的比赛当中 我们都是中小级别 应该说是小级别 获得奥运冠军 没错 好 我们继续来看河南选手张科的比赛 第二把 191公斤 他加这一公斤啊 是为了把张华聪先推出去 确实达到了目的 把张华聪弄得挺紧砸锅了 但是自己的开靶却又没有起来 是 因为他受到这个张华聪 砸锅的影响 砸锅的影响 因为他这个在后场准备活动区 要加长了 这个时间被拉长了 哎呦 会不会把自己也弄砸了 所以说这个战术安排啊 往往是双人剑 如果他正常的190公斤出场 他就不会用等 因为张华聪呢 连续的试举 这样会给他至少在后场 多等了六七分钟时间 对六七分钟时间 你这六七分钟你还不能呆着 你必须要再多做几把热身 是 因为这种感觉 往往可能运运的 由于这个比赛的激烈程度 紧张程度 始终保持高度的兴奋是很难的 没错 所谓高水平的教练啊 也在这方面做足文章 根据场上的情况变化 随时的让自己的队员 进行合理的这种热身 我想到 他也可能没想到张华聪会 这个重量砸锅 这样一砸锅 每个运运的休息时间 由一分钟变成两分钟 并且有一次试局 他连续了三次试局 这就至少拖出了六分钟点 是这样的 这六分钟确实对他来讲 他没想到 他可能只考虑他有一分钟的准备试场 试局 好 我们来看一下北京一队庞东 开把重量192公斤 庞东的抓局不理想 只有153 庞东以往的比赛 但停举成绩呢都是在195公斤 发好 出啊 腰带住 就差这一点点 这收腿的细节处理的不好啊 上庭已经完成了 像这种失败啊浪费一次试局啊很可惜 对 甚至来说后面两次试局到底情况怎么样也不说不清楚 所以我们的运动员要珍惜每一把试局 并且对每一次试局呢要认真谨慎 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放松 我们看到庞东 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 腰有点松 因为他上送很轻松就觉得没问题了 这把我肯定能成了 就有可能这个注意力啊就也有放松这种可能的 精神不集中了 而且我去年看他的两次比赛 这个上半年的在苏州的全国锦标赛 当时他停举是195开把 成了之后一下子加了10公斤 205 结果第二把第35 205第三把全砸了 都没有成绩 到了下半年新疆的这个成功冠军赛上 他同样如此 在停举上是 对他是抓举三把砸过之后 到了停举阶段19 19成功之后又上了10公斤200 结果第二把第三把又全砸了 所以说在这种连续的比赛当中 没有打到好水平 没有提高自己的成绩 我觉得这个战术安排应该是教练要认真总结 我想想想想你这两次比赛 为什么是这样 都为什么一把上10公斤 而是这样 好 四川选手何林 他的第三次试举193公斤 这把没多加就加了三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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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看他的这几次试举185 190 193三把全部成功了 而且从最后一把的情况来看 要是要到195的话 可能还也有 当然这样的一个成功率对一个选手来讲还是非常重要 特别是像他这样的92年的年轻选手 他93年的 92年92年1月2号 今天六次试举五次成功 对这个成功率很高了 很高的 这样最终他是抓举153 停举193 总成绩346 放手得行吧 荷兰选手张科 第三把193公斤 这是前两把191没有起来之后 没办法为了多赢得一点休息的时间 又加了两公斤 这样.. 应该说今天对这位队员停局 肯定是没有发挥他自己的最好训练水平 只有一把成功 193公斤的停举 加上165公斤的抓举 总成绩是达到了358 目前应该说张科在结束比赛的选手当中 总成绩排在第一位 内蒙古选手张耀 在完成了抓举比赛的第一把之后 已经退赛了 停举比赛也不参加了 实际上现在场上应该还剩下15名队员 但是我现在没有看到成都体院 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充当掩护的这名队员陈虎 停举还参不参加 我估计可能依然还会充当掩护 至少还会去要一下重量 但是局局恐怕不好说 我估计是肯定布局的 现在是北京选手庞东第二次市局 他加了两公斤 果然我看了一下远处的要重量的屏幕 成都体院的陈虎现在是要的199公斤的开靶 这一下真不容易啊 在小半步就出去了 应该说这位选手也曾在国家队训练过 那么现在回到北京队 他这个上挺的过程当中 这腰始终收不紧呢 还是说明训练当中有问题 就是一次送不到位 而且刚才我们谈到了他去年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 这重局 开靶重量成功之后马上加10公斤 结果后两把全部砸掉 今天是192开的挺高 但是没有起来 没起来情况下又加两公斤往上拼这个 这个收背收肩等等这些环节呢 还是说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广东选手关校标 195公斤的开靶 在收腿的过程当中没有成功 实际这样对于运动员来讲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也翻站了 也上送了 就在收腿这个环节上差那么一点没有成功 前面已经介绍了 我们的开靶重量往往都是运动员 训练当中至少低于训练5公斤以上的水平 接下来出场的是北京一队的孔旭 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95公斤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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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孔旭在11年的冠军赛上当时的停举成绩是196加到203没有成功 对了 左臂有个小小的屈身 还好三长白灯 但无量已该出处不进 12号 不见 如常亮 第一次时期 十四道 山东一队 三五公斤 是吧 老大 想做得很好 19快 今天应该说对其他选手呢是参加全国举重锦标赛 但是呢对陆勇应该说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选拔赛 根据中国举重的男子举重的情况来看呢 在12年奥运会上我们主要以前五个级别的选手为主 好先来看一下福建选手卢长亮 155公斤的开把 195公斤的开把 好 慢一点 好 把条上来说啊 不要急 好 好 好 这卢长亮这第一次参加男子85公斤级的比赛 在这之前呢 他一直是参加77公斤级的比赛 山东队的张世冲 停举开把重量195公斤 加油 张世冲去年的全国冠军赛上停举的成绩是198 获得了停举的第二名 挂上注 应该说今天上注还是比较轻松的 成功 纺粒收量195公斤 绿号 在195公斤开把有四位选手 其他三位选手成功的举起这个重量 只有广东选手关校标 第一次没有成功 目前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停举的全国记录 和世界记录都是由我国选手张勇 在1998年创造的 是218公斤 那么在2008年奥运会上 当时陆勇的停举是214公斤 哎呀这关校标很危险了 危险了应该他说他这个上送的也有问题 他的这个胸还是不够硬 没有顶起来 另外这个上送总是感觉也还是偏钱 对 偏钱 而且发黏 发力的杰作不是特别的好 送的高度也不够 偏钱 所以这样情况下呢 是很难成功的 这样的话又是一个连续的事举 现在呢几位抱的200的选手还都没有出场 应该说今天呢 主要的三位选手来自广东的蒋海荣和成都田的黄宗 以及广西的陆勇 应该说主要这三位选手当中 开展比较竞争 那么现在由于蒋海荣的抓举呢落后 所以说他已经失去了争夺怪亚军这种 陆勇现在我们看一下他这是不是已经到了160了 这个抗铃片的颜色 两个黄片 两个黄片 两个蓝片 两个蓝片 他是架在中间 现在黄宗 197出场了 也降低了 他降了三公斤 黄宗应该说今天的抓举 这一局呢 超水平的发挥了 是173公斤获得了第二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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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点 蹬起来啊 压住 走 走 好嘞 好嘞 好得有了 好嘞 应该说今天黄宗这个降一点开把重量还是有一定意义 因为他今天只要起来以后这个总成绩啊实际上已经稳后前两名了 所以他降低了开把 然后呢 平的第二把和第三把 他也许会各路由 冲一冲 冲一冲的 他没有必要说肥药一定要200公斤开把 那么黄宗呢应该说他的停举呢按照他以前的训练状况来看呢是要比他的抓举要好一些 哦 这田复轩好半天没有看到啊居然是把第三把直接加到了197 这加法这就实际上拿自己第一把190当成功了使了 对 是这意思吧 就完全没有理会第一把没有成功这个事 是 直接照着第三把197去 你刚刚好啊 哎呀 这种加法我始终觉得值得商圈 这种加法第一个是跨度比较大 对 第二呢 关键是后场的等候时间太长很长 那么运练这种情况下 教练如何去安排他这段时间的这个后场热身是很关键的 由于这个比赛啊 运练很难保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兴奋点 兴奋度 对 所以这种加法呢是值得商趣的 特别是对年轻运练来讲 是 更要 怎么这个把这个热身加重安排的更科学一些 好来看一下北京战手庞东 第三把要到了197 去走来 去走 庞东去年的冠军赛是第二把第三把连续两次尝试200公斤 都没有起来 快高分好 如果 去走 如果划冷不攻 到了 这就可以不想耶 凯寻 Destiny 这个路线 太棒了 洗头了 他了 convex 我是 这咱自己 aan 这个路线 那个路线 官校标,第三次市区,10号,纯终级练,515公斤 350公斤 抓据153,听据197,总成绩350公斤 这官校标呢,在前两次195公斤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加了2公斤 最后它是197公斤 我觉得很悬 很悬,我认为也是很困难 球还是打不开,还是软 这样它就没有总成绩了 抓据155公斤 抓据155公斤,停举砸锅 现在场上的停举呢,依然还有三位选手没有出场 这时候杠铃的重量加到200公斤了,真正的较量开始 但是呢,在昨天男子77公斤比赛当中的最高的开把重量是201公斤 是来自天津的吕小军,当时开把重量201公斤 对,现在电子平显是成都体院的陈虎,把开把重量提到了202公斤 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这肯定不会出场的 是 就是在这不停的这个,怎么说呢 协助队友也好,搅局也好 我想这个蒋海荣会受到他的影响 现在已经剩下30秒才出场 对 但是我想教练员后场应该是做好这方面 这方面随时,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对,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主持人准备 对,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主持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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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加海荣不惊艳 加海荣应该是在201年的全国男子冠军赛上 当时是获得了抓取停举和总成绩三倍进败 当时的停举成绩是197公斤 最后是202公斤获得了冠军 第三把没有要 重心稍稍有点靠后 调整了一下 好 现在上场的是解放军队的曹刚 同样是200公斤 曹刚抓取赢了江海荣4公斤 所以他这时候也不再加1公斤了 没必要 曹刚也是去年冠军赛的停举同牌获得者 当时是198公斤 加到204公斤 没有起来以后最后一把放弃了 去年是198开的把 今年的是200开的 现在我们看到奥运冠军陆勇出场 陆勇出来了 200公斤 目前陆勇是这个级别的抓局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包 他个人的最好总成绩是在08年奥运会上创造的 2304公斤 294公斤 让赵姐松桃 去松桃 别动 好的 好的 刚才说今天陆勇冬表现不错 表现不错 陆勇自08年奥运会以后呢 个人的停举在比赛当中 最好的呢 是在2011年的亚洲锦标赛上 对 是212 恢复到212公斤的成绩 当时是 抓一173 抓一173 停举212 总成绩是385 陆勇今天降体重啊 可是比其他选手要消耗大多了 到赛前两个小时的时候还差着不少呢 一点多的时候还争了三组桑拿 听说呢可能是自己带的电子秤啊 对他好像是自己带的这个电子秤 跟我们大赛作委会官方的秤有点差距 误以为已经降到了 实际上还没到 所以今天中午的时候还在拼命的争桑拿 确实很不容易 这个降体重增丧拿 这对体能消耗也是比较大的 非常大的 拉过了 拉的有点过 这200公斤啊 对于今天的所有选手来讲是一个大坎 应该说 今几年的比赛当中呢 超过200公斤 基本上就获得了前三名的停举成绩 对 像去年的冠军赛 蒋海荣202多冠了 第二名198 好来看一下解放军队的曹刚 第二次失举200公斤 那你勇不勇敢啊 压住我 带到位 来 你拉 我的 我去 压住要坐 哎 哎呦 差一点哪 好悬哪 那个 收腿的时候还是差一点失控 嗯 嗯 应该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呢 今天的停举呢 将会有 四位选手的加重至少加到200公斤以上 对 现在蒋海荣还有两次市局 黄宗两次市局 好我们来看福建选手陆长亮 第三次市局200公斤这个重量 来 立场 来 哈 哈哈哈哈 我从这里走 慢一点 送水 周周 周周周 周周 好的 这样福建选手卢长亮呢 也完成了今天的抓举和停举的比赛 最后总成350 我们看他体重应该是最轻的 他只有81.24 是 他这个体重呢和85还有4公斤左右的抓举 我们看到张世聪把重量加到201公斤 在一年的冠军赛上 当时他的第三把加到203 没有成功 最后是198公斤的成绩 好来看看张世聪的这一把 201 对张世聪来讲 这位选手关键看他翻赞 应该他是上送的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对刚才教练也在不停的强调翻好翻好 翻赞好 因为停举比赛主要是靠两部分完成的 一个是翻赞起来 然后一个上送 这么两个过程 哎 真是翻赞 偏钱了 看来对于他来说这个重量很难完成 因为这个翻赞如果说太艰难的话 这一下的消耗就很大 是这样 对后面的这个上送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 嗯 这样张世聪要连续的试剧 现在应该说场上的这个停举的竞争的还是很激烈的 对 主要是集中在我们赛前应该说预调的黄宗 而陆勇黄宗和蒋海荣这三位选手的上 对 那么虽然蒋海荣在抓局的比赛当中落后 但是在停举当中呢 我想他依然不会放弃 我们现在看到陆勇在后场呢 又重新把这个准备活动的重量降了下来 现在是100公斤 看来陆勇应该说今天呢 并不满足于他今天200公斤 这个停举重量 对 那赛前我们也跟王国勋教练碰了碰聊聊 原定的想法如果说 当然也要看其他选手的表现啊 嗯 没有什么太意外的情况下 陆勇能够用100-200公斤解决问题 确保这个金牌不旁落 那么就只让陆勇举这100 嗯 但是看今天这个情况的话 陆勇凭借这100-200公斤恐怕是不行的 嗯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 要看整个陆勇的比赛当中他的伤病 对他影响性 对对 他的伤啊 如果是反应不是很大 他可能要继续参赛 放好放好 好 来看一下山东队张世冲 最后一把 201公斤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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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哎呀 这两把第一把是刚才那把是上送的时候偏钱 实际都是偏钱 高度也不够 所以只能把身体降下来透掉了 这个重量应该说加的也是幅度比较大 加的6公斤 这样一来的话 他最终是抓底160公斤 停底195公斤 总成绩355公斤 这个成绩比他去年下半年的 全国举重冠军赛上少了三公斤 应该说这选手基本是稳定在这个355这个水平上 提高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好我们来看成都体验的黄忠 他的第二把尿到了202 他是原定200开 干脆降了一下降到197 先稳稳的有个成绩 是因为他202呢 他抓去173 总成绩将达到375 和陆勇的第一次停举完了以后的总成绩呢 是相同的 对 但是他已经体重 他的体重轻 他是84.66体重 送的有点急 急了 高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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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第一次试取成功 是否的第二把 应该是在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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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次转播我们的评论区距离这个电子屏很远啊 每次看这个我需要拿一个望远镜来找一下 现在显示区距离这个转播 现在显示是204公斤第二把 现在显示是204公斤第二把 我叫203 203 黄金抓203 全国203 203 这一不用看人一听他的声音就知道是成都区院的这个龙教授 龙万春 龙万春 我找一下 我看一下陆勇第二把 啊陆勇现在第二把加到210啊 这有可能 这也有很可能 加10公斤 嗯 不过他加10公斤先放在那 先放在那 把你们先往处逼 把你们一个一个先出来 到最后如果说你们都砸了几篮炮我还可以降回来 是这样 我至少我现在我不跟你们去争这个第几把19 反正我 你们举完了我才能出场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这个总成绩我还是排在第一的 嗯 所以我先加10公斤摆在那 等着你们 嗯 这就是举重比赛当中的战术的运用了 诶 10号弃拳 陈虎弃拳了 陈虎已经彻底完成了自己一个先锋掩护的作用 嗯 完成使命了 6号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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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曹刚加到205 这个时候啊 就逼着你皇宗要出场 就逼着你皇宗要出场 前面的电子平在不停的变 内台上是一片安静 但是后场 是硝烟弥漫的 硝烟弥漫 应该说非常热闹 对 有了 龙婉车 我有时候每次看他拍队员我都觉得疼 哈哈 但是运运这个时候他的注意力啊确实都集中在比赛上 他感觉非常就是这都身体感觉不是很灵敏了 好像来看黄中的最后一把203 这刚才2.2没起来干脆直接加了203起来的话是376 以后 静晨有些吃劲有点吃劲没有了 手腿没了 肩跟腰已经塌下来了 是松的高度不够 这样的话他也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抓取173停距197 总成绩这是370公斤 应该说这个成绩还对他来讲 在近几年来参加85公斤级比赛 是比较不理想的成绩 比较不错的成绩 到了370的 非常不错 现在应该说曹刚依然没有放过总成绩的争夺 我们看曹刚的体重是84.38 比黄宗的84.66体重要轻 他加到205 他的总成绩也达到了370 江海柔第二把要的204 他这个重量应该说是为了争夺挺举的前三名 对 因为他抓取太低了 只有161 这已经退出了总成绩的争夺 应该说他这个重量一旦起来以后 实际已经是稳获前三名了 对 就是挺举的前三名 稳获挺举的前三名 高反好先 好的 别着急 别急别急 这个时候有点靠后 有点难度了 哎哟哎哟 消耗的体能太大了 很可惜啊 杠磷消送之后有一些靠后 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下蹲挺的运动员啊 往往这个一旦平衡掌握不住的话是就很难去把它调整过来 他不像分腿挺 所以我们看到杠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只能蹲在那找感觉 通过这个脚掌的移动啊 把两个重心找在同一面上 他这个重心一旦有 你看看他的脚 其实是 他有点偏厚了 所以说这一直在拉 如果是这样的话 第三次对他来讲 刚才这把消耗太大 这样的话又是连续试据 你看我们能听到他这个呼吸啊 大口大口的这种喘气的声音 这个时候我想呢 对于运动员两分钟的休息时间确实显得非常短了 对 很难把体能调整到一个最好状况 哦他可能加重了 加到205 这样的话 他就延缓一下出场时间 加了一公斤 加到205了 先把曹刚推出了 曹刚的最后一把 现在应该是广西选手陆勇也降低了 这个第二把的 这个加重 是205出场了 曹刚最后一把要到205 那么陆勇现在也降下来之后 要一个205 所以刚才加到210呢 是放在那儿 然后呢 举重的竞赛规则规定 在这个一分钟之前 都有两次更改重量的机会 好我们来看一下陆勇的205 这是去年亚洲锦标赛 举出214之后 已经很久没有再往这个高度上 应该是总成绩达到了380公斤 哎呀 蹲了一下 一个一蹲的时候 这杠铃和身体 不是在一个用力方向上 对 由于这两年啊 陆勇的这个伤病情况 确实一直没有感让他太狠的去比赛 或者是 在比赛 特别是在这个10年 11年的世锦赛上 停举呢 没有成绩 也是受他的伤病影响 应该说他的大腿啊 肌肉拉伤啊 这个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恢复 另外他的这个脚掌骨也有伤 就没怎么好彻底 不过在医生呢 精心的治疗下 应该说他的伤病恢复的 还算是非常理想的 但是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106天 所以这三个多月啊 很关键 好我们先来看曹刚的最后一把 也是205公斤 他起来的总成绩打到370 他赢王宗的主动 不止 要坐 要坐 根本送不上去啊 这样一来他的总成绩是365 现在呢 男子85公斤级的停举比赛呢 实际上场上已经剩下只有两次试局 一位是来自广东的蒋海荣最后一次试局 再就是来自广西的陆勇最后一把试局 蒋海荣最后一把也是205了 嗯 实际呢 陆勇已经稳获抓取和总成绩的两枚金牌 对 这一次对蒋海荣来讲呢 确实是严峻的考验 对 加油 205 小杉的冠军赛上抓取过 哎 挺起过202 嗯 这是他的教练 廖德强 站不起来了 哎呀 哎呀 这一下消耗也不小 嗯 不行了 连续调整之后啊 感觉很难受 是的 这样的话 佳川荣最终的停举成绩是200公斤 总数据361 我们看到北京队的孔旭还没有出场呢 孔旭还有两次试局 北京队的孔旭还有两次试局 他成功的举行195以后呢 还有两次试局 哦果然我们一直没有关注这位选手 因为他195 这个开把相对然比较低啊 很长时间没有动静了 嗯 现在屏幕显示孔旭确实还有两把 嗯 好 现在看陆勇的最后一次试试 而且孔旭的下一把第二把要到了206 所以现在陆勇要先出 嗯 送好轻松 要好轻松 翻站比较轻松 哎呀 还是这个一分太理想 看得出来他在上送的时候其实是在过滤着自己腿上的这个伤的 嗯 不是特别的敢做动作 增加到206公斤 8号 北京队 孔旭 那么现在全场还剩下孔旭的最后两把 孔旭前面的抓局是只有160公斤 刚才停举第一把195成了之后这已经好半天没有出来了 是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他的第二把206 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是366公斤 这把一把硬拉 哦这个应该说那第三把还会举吗 我想即使举也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然后我们不太清楚这教练是怎么样一个战术安排了 看来还是要坚持市局 但是这种状态 像市局这个重量成功还是有难度的 这一把一下子上了11公斤啊 这个为什么北京队的两名队员都喜欢股子卖的这么大 这种方式 我我们不是太了解这个队员平时的训练成绩 对 但是呢即使有这种实力也不应该是这样一种加法 刚才我提过他的另外一位队友 庞东去年的两次比赛锦标赛冠军赛都是这样 比如说要孔虚有这种能力呢 他完全可以加到20也是一个很很关键的重量 目前来看谁举起201谁就是停举冠军了 对 陆勇已经完成了比赛 而且显得很轻松 我们看到了他穿着这个T恤啊 这个T恤一个拳头 手里握着金牌 这是耐克公司给陆勇专门订做的 但是这个图像这个图案 这是陆勇自己设计的 包括陆勇有好几件这样的衣服 上面那些数字啊图像啊 都是陆勇自己设计的 然后由那个公司为他们制作 对 还剩一分钟 我想今天其实对孔虚起来这个重量 也不应该是这样一种加法 对 两个队员都是这样 北京队的两个队员 一把就是10公斤这样的跨度 而今天孔虚这一把更是11公斤 是不是在训练当中 已经适应了这种加重的方法 A组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广西选手陆勇 获得了总成绩的冠军 成都体员的黄忠是370公斤的成绩 获得了总成绩的第二名 好观众朋友 那么今天下午的这场比赛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庞日宝的情态点评 再见 再见 再见